黃偉遠好 部長好 2020年我回到了公民社會以後 那我們積極的推動反貪腐的運動 我成立了一個組織 叫做台灣公益接壁及吹套者保護者協會 我們在2023年的1月的時候 參與了一個非常大的 國際反貪腐的計畫 叫做OCCRP 我們從2013年1月的時候 開始參與這個計畫 跟來自大概十幾個國家 不管是NGO 還是調查記者的協會 包括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 我們共同推出了一個獨裁者的金庫 系列調查的報導 它裡面事實上最主要指出來的關鍵問題 是說 中美洲銀行 本來應該是要拿來支柱 協助我們中美洲那邊地區國家 人民的生活 但我們的調查系列報導卻顯示 他竟然成為獨裁者的金庫 他竟然成為獨裁者的金庫 好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啊 我們非常重要 民主同盟的盟友 美國 非常重要的智庫 CSIS 他也提出了呼籲 要求 要求 不僅僅是美國政府 以及 跟美國政府在民主同盟上面的其他的國家 包括了台灣 包括了韓國 兩個 全部都是卡貝 現在非常重要的會員國 出資的金額都非常的高 台灣現在是卡貝的第一大持股的會員國嘛 我的理解沒錯嘛 我們認股的金額高達了美金7億 超過7億了吧 部長我的理解沒有錯嘛 差不多 對嘛 好好 那因此喔 我們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呼籲 我們在國際社會要交朋友 沒有問題 但 台灣納稅人的錢 我們去資助中美洲銀行下面的援助計畫 是我們希望幫助中美洲那邊各個國家 貧困的人民 婦女的父權 NGO進行有意義的活動 我相信台灣的納稅人大家都會支持 但 當調查報導出來的結果是 我們台灣納稅人的錢到卡貝以後 卡貝拿來資助的 是獨裁的政體喔 我們現在的口號是民主同盟嘛 我們要民主自由人權跟國際社會接軌 這個概念我非常的同意 但我現在的問題是 當我們的錢拿去 被中美洲銀行去資助獨裁政權的話 我們在國際社會的credibility 會遭受到非常嚴重的質疑 所以我們重要的盟友 美國 CSIS非常有名的智庫 才會提出這麼誠懇的呼籲啊 那關於這樣子的呼籲 外交部 在我們資助卡貝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具體的作為 非常謝謝委員 我們也注意到那個卡貝對於那個 像尼加拉瓜等等的這些獨裁政權 或者是薩爾瓦多等等的 有過多的這些放貸的這些措施 那我們也察覺到這個問題的這個重點 所以再結合其他的這些民主國家 希望在這個上面能夠做一個 非常重大的改革 那目前應該是可以有一個 比較正面的一個結果 具體的作為是什麼 具體的作為就是說 在那個放貸的這個過程當中 有更多的這些檢視的措施 在我們協會喔 去年我回到公民社會以後 我們去年公佈了調查報告 我們的華文版的調查報告 跟英文版的調查報告 我們是跟我們國際上面合作的組織 同步發行的 同步發行了以後 也引發了我們立法院這邊相關委員的關注 包括前時代力量立委陳交華 前民眾黨立委邱成遠 都提出這樣子的呼籲說 我們經費應該要公開透明 國民有資的權利 當提出這樣子呼籲的時候啊 部長您在回覆邱成委員的時候說 非常贊成 這個要求非常合理 我們會在卡貝當中發揮我們的影響力 部長您還記得嗎 是的 而且我們也依照這個方向來走 好 是不是有依照這個方向來走 具體落實的情況是怎麼樣 當然要接受檢驗嘛 是 接受檢驗的狀況呢是說 外交部的回覆是 合作計畫項目金額都公開於官網 研議設立我國基金專區 來我們看實際的狀況 我到周末 我在準備今天的質詢的時候 我上去卡貝的官網 還是沒有實質計畫的內容 這是怎麼回事 我請我們的同仁來說明一下 是請 市委員好 那就我們之前就是說 入股的時候所提供的基金 基本上都是經過董事會 來做一個公決 然後提供給相關的證明 這不是我的問題 在董事會裡面 我們都有做相關的一個 沒有我們現在在講的是 資訊的公開透明啊 現在官網上面沒有 我的問題是 為什麼沒有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你們回覆給立法院的答案 跟實際上面官網的內容 出現不一致的狀況 是就這個部分我們是 去年跟卡貝成立了一個基金 那這個基金 目前我們有承諾 那還沒有正式執行 所以為什麼 我們還在整個審核當中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 還沒有實際的計畫 可以披露在我們的官網上 過去的計畫呢 我們到目前為止 累積了多少 給卡貝援助的金額 是不是超過兩億美元 這個部分是因為 當初我們入股所繳的股權基金 這個部分是卡貝來統籌運用 相關的資訊是 公布在卡貝的這個網站上面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入股基金 我們援助的金額 不要混淆啦 入股金是入股金 這我知道嘛 就剛講的七億美元嘛 兩百多億台幣嘛 現在我在講的是 除了入股金以外 我們另外援助的金額 我把它統計出來了 超過兩億美金 你們已經答應了國會 答應了國人 要公開透明 我到這一次質詢來之前的周末 到卡貝的官網 還是沒看到 所以我才請教部長嘛 到底是怎麼回事 到底是怎麼回事 跟委員說明喔 這個有涉及到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卡貝本身的這個放貸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希望能夠更加透明化的 這個作為就是說提供一個專區 就是台灣中美洲銀行 什麼時候會做出來 信託基金 那如果有案子的話 當然就上網來公布 過去援助的金額 做了什麼事情 可以不公開嗎 這是我的問題 過去的這個援助的這個金額 或者是放貸的金額 超過兩億美金喔 那這個部分是由於是卡貝本身的這些放貸 我這樣說好了啦 那現在就是 部長 請您看下一頁 請您看下一頁 南韓跟卡貝 所設置的信託基金 人家可以有一個平台 完整的登載金流以及標案的資訊 我們喔 我們出資的金額 比南韓高 我們捐的錢 比南韓多 甚至卡貝 在台灣資本市場所募集的資金 超過30億美元 連卡貝 稱讚台灣 我們為什麼在101設置卡貝 在台北的辦事處 因為台灣的資本市場 是我們卡貝募資最重要的中心啊 我們對卡貝貢獻這麼多 結果 我們只是很卑微的要求 我們給卡貝的錢 用到援助哪裡去了 這件事情 為什麼不能讓國人知道 所以剛剛跟委員講 我們另外成立一個信託基金 這個信託基金就 好 我們進一步看 台灣 愛心捐款 給洪杜拉斯 去幫助洪杜拉斯需要幫助的人 台灣人民都同意 結果 台灣捐贈給洪國新台幣 800萬 拿去被洪杜拉斯 的前第一夫人 拿去買珠寶 這樣對嗎 這個 在當地的這個法院裡面已經證明說 這個不是我們台灣出的錢了 不是我們台灣出的錢 確定不是我們台灣出的錢 不是我們台灣出的錢 如果是我們台灣出的錢的話 我們早就是被媒體爆出來了 錢 確定不是我們台灣出的 就不是我們出的啊 好 下一個 洪杜拉斯 之前喔 對我們獅子大開口 拒絕金錢外交 這我100%贊成 就是為了錢嘛 洪杜拉斯想跟中國建交嘛 吳部長講得很好 我們拒絕增加金援 結果我看到媒體報導說 該國要求台灣將每年5千萬美元援助加倍 他的意思是說 本來有5千萬美元 但我找了半天的預算書我找不到耶 沒有那麼多 今天時間的關係 部長你要回答哈 那如果 以前沒有那麼多才會說 那個你不會 那以前是多少 有關於那個雙方 那個合作計畫的這個部分 有很多不同的這個合作的計畫 所以很難說有一個數字來跟委員說 怎麼會很難說有一個數字 不同的計畫把數字加一加就好了 好 這個會很難嗎 因為 時間的關係 因為 黃委員大概他詢問的這個部分 可能也是國人很想要知道的 就這個部分我們希望提供比較具體的一些 相關的書面資料 給本委員會給黃委員好不好 因為今天 租金 非常感謝你的財事 可不可以壓個時間 因為你沒有壓時間 你 部長我們兩個禮拜應該沒有問題吧 因為這以前預算都編過嘛 兩個禮拜 可以齁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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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